当前,缅北国杆地区的战斗已进入了关键阶段,据悉,国杆联军成功攻占了老街与木杰两座城市,这对缅甸军队构成了不小的压力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2009年,政府方面发起了大范围的进攻、行动,然而遭遇重创的缅联军却一度步步后退,在此之后,国杆联军夺得了杨龙寨和老街两地,并包围了位于米粉沟的缅军市指挥中心。 值得注意的是,老街中心区域仍在激战之中,根据公开视频资料,已有不少缅甸军人挂起白旗选择投降。 同时,大量的缅甸军人正逐步放弃武器,主动向敌军投降,至于电炸武装,他们据称前景堪忧,外部援助无望,又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。 事实上,就在穆解地区,德昂人民军和各国联军成功占领了边境要塞,从而切断了缅甸军队的陆地补给线。 当前的情况下,缅甸军队可能仅能借助空运方式获取所需物资补给,而值得关注的是,穆解作为缅甸军队的重要贸易口岸。 若德昂联军如愿夺取该地,将不仅获得新的军事基地,更有助于其经济利益的大幅提升。 有知情人员表示,缅甸军队的非法活动,如毒品交易、赌博以及器官买卖,与其高层如白索成等人,存在着紧密联系,并构成了其主要经济来源。 为此,成功抓捕这十名穷凶极恶的罪犯,并不仅仅依靠缅甸军队的打击行动。 再者,彭德仁先生领导的勇敢团体已对老街发动了激烈攻击,唯有当占领老街之后,他们才能实现对白索成、魏荣等药犯的抓捕。 同样,攻占老街也能为果敢联军提供丰富的武器资源及军火商合作机会,从而提升自身势力。 目前,果敢联军已经占据了佛山和老街南端的关键位置,已有十足把握占据上风,并用炮火压制缅甸总部。 近期有数据显示,友善的德昂族军队在六日期间,成功占领了缅甸政府军在南桑镇的所有基地,捕获三十多名军人,击毙六十余人,同时也取得了大量军械储备。 其中包括一名上校级别的军官,来自缅甸政府部队258部兵营。 专家指出,果敢联军如若成功夺取老街与木杰两地,必将给予缅甸政府军一次沉重的打击,有效减轻德昂联盟带来的军事威胁。 同时,他们也相信果敢联军能够在此地开展建设,实现独立建国的愿望。 缅甸果敢战局紧张至极,果敢联军在关键战役中取得重要胜利。 清末和民国年间,中国西南地区跑过去的人很容易在那里求生,彭子安后来娶了官家人的女儿为妻,从此在缅北扎下根基,彭家的人非常会做生意。 到彭家省祖父彭惠文这一带,已有大片田地,经营两个马场,一个洋场,还有几百亩地生产当地著名的土特产,鸦片,彭氏家族当时已经富可敌国感,连吐司家族在财政困难之际都会向他们伸手借钱。 中国抗战结束时,国敢吐司决定选拔八名本地优秀子弟去养光读书。 彭家省就在其中,1948年1月缅甸获得独立,根据缅甸的民族划定,共有135个民族,可说是民族大杂汇的国家。 这其中,缅族是主体民族,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境地区,像发卡一样戴在缅甸这个国家的头上。 民族和宗教力量盘根错节,也是缅北地区长期战乱不断的主要根源。 独立三个月后,内部矛盾促使内战爆发,克伦族最先武装暴动,紧接着克金族和孟族也开始动手。 随后,缅甸共产党也发起武装起义,寻找各族武装建立统一战线。 最高峰时期,缅甸曾活跃着一百多支大大小小少数民族武装,总兵力过五万,战火蔓延在四分之一多的国土上,全国混战成一团,来养光读书的果敢子弟们,只得全数回撤。 那一年,17岁的彭嘉生进入由杨文炳次子,果敢吐司世袭继承人杨镇裁办的军校,与后来成为缅北独销的罗星汉等人士同期同学。 军校教官大多来自黄浦军校,军事进修班生涯磨练了彭嘉生的文武功夫。 他认为这段履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,这是他能做到强将手下吴若兵的原因。 毕业后,彭嘉生到吐司武装部队担任准备排长,他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装扮和派头,有杠无星,全毛臂肌制服,黑皮靴,全身披挂,月薪三十英镑,是很高的薪水。 彭嘉生升迁迅速,很快就调去当睡警官,随后升任到警察局长的位置,那时候比较混乱,整个国杆地区,中国出来的人比较多,有些是好的,有些是逃难的,有些是土匪强盗,像李太兴,他从郑康一路抢劫来到国杆。 是被解放军追缴,逃出来到国杆被杨二小姐,杨震财之妹杨金秀,收留,在国杆一带不知抢了多少人。 杨二小姐是吐司家的女儿,就着吐司的名义在地方横行霸道,想抢哪个抢哪个,想抓哪个抓哪个,想杀哪个杀哪个,我一出来就是和这些人打交道。 彭佳生回忆说,彭佳生认为,当上警察局长后,算是真正跟社会打交道了,由此养成了强悍的性格,让他产生了好多人生思考,萌芽了民族和民生意识。 1958年正值全国乱局,时任缅甸总理吴努无奈之下,答应缅军总参谋长吴奈温组建看守政府。 由其接管政权,吴奈温宣布紧急状态,修改宪法,强化中央权威,剥夺善邦,客业帮吐司,自动取得议员席位的资格,果敢吐司杨振才及其杨氏家族的实习权也被撤销。 吴奈温立即调集军队对各路反政府武装展开反攻,1959年缅甸局势基本稳定下来,1960年缅甸解除紧急状态举行大选,无弩率领的联邦党获胜,他再次当选总理,可局势却混乱起来, 各路少数民族武装纷纷崛起,随着局势恶化,无奈温军人集团遂于1962年发动政变接管政权,建立了第一届军政府,果敢在吐司制度崩溃以后陷入混乱,但不代表地头蛇,势力完全消失,吐司部队当过分队长,中队长的人各自拉队伍出来占据一方,1963年8月,军政府逮捕杨振才,他在缅甸联邦下议院当议员的弟弟杨振生返回果敢, 拉起果敢自卫军,反对军政府,彭家生当时追随杨振生启示,占据了果敢大部分战略要地,杨氏吐司家族走向衰败,最早崛起的强人是彭家生的军校同学罗兴翰,罗兴翰毕业后在杨二小姐的马帮当队长, 长期在缅甸和泰国之间泛送鸦片,积累了深厚人脉,成为缅北地区头面人物,军政府逮捕杨振才的同时,罗兴翰也遭扣押,被送到学习班转化,罗兴翰颇食食物,表示愿与政府合作, 政府对杨氏家族领军的反抗浪潮也相当头疼,希望扶植一个强悍的代理人与之抗衡,1965年罗兴翰被释放,在军政府的支持下拉起武装,通过文攻武贺,拉拢策反等手段,使杨氏家族自卫军土崩瓦解,杨振生流亡国外,终结了杨氏吐司控制国改120多年的局面。 国改地区进入罗兴翰时代,国改自卫军瓦解后,彭家生没有加入罗兴翰武装,而是先回乡隐居,于当年6月秘密建立国改人民革命军,利用山区地形跟缅军打游击战,国改人在缅北少数民族中属于人数较少的一支,其他较大的少民武装难以抗衡处于优势的缅军,形势迫使他们经常合作,彭家生的队伍早期曾跟克钦独立军协同作战, 然而,各路武装之间也时不时产生举语和内讧,杨氏家族的杨振业率领数百人回到国改,一度与彭家生合作,打算驱逐国改的缅军,恢复吐司制度,但合作紧维系数月就闹崩了,杨振业打算吞并堂兄杨振勋的部队,对其诱杀不成,决定与缅军合作,彭家生又协助杨振勋作战,结果后者被击溃,彭家生只得率部退出缅甸,夺到外面避风头, 上世纪七十年代,果敢局势风云再起,军政版图发生巨变,时局发展令人眼花缭乱,1973年,罗兴汉因抗拒解散地方武装命令,与缅甸军政府发生冲突, 他与昆沙等几股力量联手,组成善邦同盟军,自任总司令,军政府派来几万大军奋井合击,同盟军仅坚持三天,就一败涂地, 罗兴汉逃到泰国,被军警抓获后,引渡给军政府,罗兴汉部队仅存的黄兴河第三总队,吸纳了泰国北部杨振纪的新善邦革命军, 一度在1975年发展到鼎盛期,黄兴河指使杨振纪绑架了罗兴汉的弟弟罗兴敏, 但之后他们因鸦片贸易利益发生争执,杨振纪等人又驱逐了黄兴河,释放了罗兴敏, 并将其推举为新善邦革命军首领,1980年罗兴汉出狱后, 劝服自己弟弟率部投降政府,从此弃武从商,黄兴河被驱逐后投奔昆沙, 1977年,率部袭击新善邦革命军时遇到伏击,回去遭到昆沙痛骂, 两人关系闹僵,黄兴河策划绑架昆沙驻泰国清迈的财务总监, 事情败露后被干掉,黄兴河死后,罗兴敏投降, 意味着果敢地区最强大的罗氏武装,杨氏武装正式终结, 乱局当中,彭嘉生的事业迎来转机,事情发生变化, 在1966年以后,原本丧失中部地区根据地的缅甸共产党经过重整, 得到强大支援后,联络各组武装,建立统一战线, 在缅北地区打开局面,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